郭文貴議員 主席我們請永樂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 我想請教 目前我們22個邦交國裡面 你是不是可以簡單的做一個分析 我們有幾個國家是在我們台灣跟他們的一個外交工作上是比較穩定的 或者說很穩定的 或者一般的 或者不穩定的 你能不能簡單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我們22個邦交國 其實我們外交部每兩個禮拜 我們都會針對各國的情況 能夠來做仔細的評估 對 而且我們有設計我們的燈號 那在目前的情況來講 我覺得我們這22個邦交國的情況都是穩定 都是穩定的 都是穩定的 就是說 這22個邦交國 沒有一個國家是不穩定的狀態 現在需要進一步去強化鞏固的 應該是這樣講 應該就是 邦交國之間的互動 當然我們還是加強 合作也加強 但是關係是穩定 所以這次出航 這個瓜地馬拉跟貝里斯 這個應該都算是穩定的一個狀態的一個國家 好 那部長我現在請問你 你認為這個 在中華民國現行的一個憲政體制下 我們在推動的兩岸發展的這個關係 這種主張你同不同意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是全世界 可以說第二大的經濟體 我想 我們應該要去了解說 我們當然是希望以國際為主 所以才會 現有的憲政體制下 我們在推動的兩岸關機的一個和平發展 你同不同意 我覺得兩岸關機和平發展 應該是重要的 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主張 是馬英九的主張 現在這個 剛當選的蔡英文總統也主張 所以我想 這個主張是台灣人民大概有70%以上 都同意 而且是支持 所以我們簡稱叫做維持現狀 應該目前大概在台灣的整個政治的一個氛圍上 對維持現狀應該都是支持的 沒有錯吧 是 那也就是說 你認為520的政權交接以後 這22個邦交國家 都應該算是穩固的一個狀態 沒有錯了 我相信是穩固的 那我要請問你 為什麼我們在險前會傳出有斷交潮 血崩術都會被斷交 這些傳染 到底這個問題是在哪裡 當然也許有些外界並不一定了解實際的狀況 我想外交部對外的說明都非常的清楚 我們跟邦交國的外交關係是非常多 你認為會不會在520以後 會有斷交潮的這種現象發生 我相信不會 不會 不會喔 血崩式的這種 當然我們也希望兩岸關係要維持 你當不當當多久了 三年半 三年半嘛 算是相當長的時間嘛 剛剛從你的口中 也了解到目前的22個邦交國 基本上都算是很穩固嘛 是 是連一般連不穩固都沒有的一個狀態嘛 目前沒有 所以也就是說這22個國家 事實上你現在 從現在開始到交道 新政府不可能說 在短期間內會有所謂的斷交潮 不會啦 而且兩岸的問題事實上現在 新政府也強調現行的 這個憲政提升之下 能夠維持一個穩定 建設兩岸關係 事實上也 應該也不會影響我們整體的一個 外交工作啦 所以大概這個沒有所謂 斷交的問題 會發生才對啦 也沒有 好 那我們 呃非常高興今天 從部長的口中 也就是說 我相信你會非常穩固的 將22個 這個邦家庫的這種外交工作 移交到新政府的手上 那我想要在這裡 再請教 就是我們這一次出訪 出訪 剛剛有幾個委員 就一直在請教你的經費問題 你一直都不願意講 那也就是說 剛剛特別有人大概換算一下 我們的預算是1億2千多 如果你意思就是說 大概是兩次的一個出訪經費 我們年度的預算 外交部是1億2千多 所以大概人家 會不會換算 一次大概是6千萬左右 沒有錯 那你認為出訪 會不會花到6千萬 還是不值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把這個額度 就是把它維持在一半以下 我想這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我看不足喔 不可能喔 不可能喔 你這樣子講就不大對喔 好像對 對國會就不大誠實 我想這個是1億2千多萬 是外交部的預算 沒有錯吧 沒錯 總統府也有預算啊 國安會也有預算啊 照理講這個預算 不只是從外交部來支持而已啊 對不對 甚至還有 各部會都還會有預算 Banley啊 在這一次的一個 酒安專案裡面啊 沒有錯吧 所以這一次基本上 這一次的經費不只是6千萬喔 沒有錯吧 不是 高層出訪 照理講是這樣子嘛 不是 高層出訪 主要的部分是外交部的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經費 會花很多很多的錢 至於多少錢 你只是不願意向台灣人民報告而已嘛 不會 我想我們結算之後 當然會說明 我想另外有些經費 事實上是有些他要分攤 比方說新聞媒體 這事實上他自己要分攤一些經費 那比方說 維安人員 他們自己要分攤一些經費 所以我們現在再問嘛 就是說這一次氣 這一次氣到現在為止 很多委員的問你 到目前為止 你的達戶裡面 都好像沒有 任何的一個目的在 沒有錯吧 你只是說要 酒安 沒有 那我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在 在貝里斯就有四個邦交國 除了貝里斯 還有三個邦交國 在瓜地馬拉 也就是說沒有 沒有背負 很重要的一個外交 任務去嘛 沒有錯吧 就是我的意思是不會為馬總統來規劃新的計劃 瓜地馬拉 貝里斯 你們要去那裡 就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事實上我們都會尊重 說馬英九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這個我們會承認 這也是事實 但是如果說以3A幾號 17號 11號去 17號回來嘛 13號到19號 就離你們要卸任 也不夠幾個月 事實上也是一個即將要卸任的總統 沒有錯吧 還有兩個月 那時候 那時候要下任 像一兩位總統 去做這種花交工作 真的有效嗎 我想 勾成的互動都是有效的 我想我們 所以我 我這樣 原來 為什麼台灣人民會對於這一次的出航 大家都會有疑慮 就是到現在為止 你們沒有辦法提出所謂 整體的一個這個效率 你們沒有辦法評估出整體的效率出來 我們在被理事有識的方向國 這22個國家 馬英九都已經去過了 但我不瞭解 為什麼會選定這兩個國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其他還有 大洋洲的6個國家 非洲3個國家 還有歐洲1個國家 如果說你要去畢業典禮 你應該去換低缸啊 為什麼跑到拉丁美洲去呢 我們在拉丁美洲有12個邦交國 那這一次 這個馬總統去 在瓜地馬拉 應該會會晤到6個邦交國的 一些相關的政要 在貝里斯會會晤到4個 也就是說 在12個邦交國裡面 可以跟10個國家的邦交國的政要有些互動 我覺得有它的意義在 另外呢 而且能夠過去 你一直在講 有一定的意義在 一定的意義在 只是你一直都沒有講出來 我很 我真這樣齁 這個 這個怕說你們這個意義的背後 是什麼意義 不會啦 一定有的啦 沒有台無錢 你們去那裡要創什麼 花那麼多錢去 現在這樣 即將要選任的總統 跑到那裡幹什麼 我想不管過去 你們一定有的 我就很怕你們會不會忽然間在美國搞一個什麼東西 賀哲說 忽然間 馬英九總統不回來了 賀哲說 一定有的啦 不會啦 放心啦 部長 沒有問題啦 沒有啦 真的沒有啦 而且我現在想說 馬英九是不是自己說八年前說自己要被要禁管 要列入禁管名單 現在還沒有卸任之前 整個走出來外國這樣齁 轉不回來 會不會這種情況 萬一這樣子怎麼辦 委員不會啦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我們會照基地的規劃來進行 這些話後期我願意 我願意啦 我也希望 希望 這是一個玩笑話 但是萬一成真怎麼辦 不會不會 我們跟邦交國的關係 要不然為什麼 你到底 在這個捷骨園 說村沒兩塊的時間 那你跑到貝里斯去 把他剃馬拉器說要做外交工作 問你說做什麼工作 有什麼外交的一個任務 你說都沒有 沒有 沒有說 人家說是不是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這高層的 高層的互動 高層的會晤 這本身就是 開起來又不是 三五千萬 算來算去 要花那麼多的錢 你外交部也沒有評估出總體的效益出來 你到底去那裡幹什麼 到底去那裡幹什麼 你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辦法這個助援其收 不 剛才 不分難力 是我們應該朝委都要一致的 但是事實上現在馬英九的身份 就是即將要卸任的總統 那現階段就是一個看守內閣 所以事實上 現在的這個內閣 包括馬英九 不作為就是作為 所以現在你跑去說 被理師把去管理馬拉 說去跟人家講什麼話 人家會理你 這個才怪 所以這莫名其妙 我跟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我那麼多錢 跟你講說 真的就給我 畢業旅行 就畢業旅行 就畢業旅行 沒關係 就怕建設 不敢生人 我想 我只怕 去就不回來 委員真的 就怕馬英九 去了以後就不回來 我想我們曾永泉秘書長 事實上跟 吳趙謝秘書長之間 其實也都有溝通 久安啦 久久不得安寧 這個什麼專案 所以這是莫名其妙的一個 久安專案